大家好,我是中大醫院的營運總監,胡志遠 在我身旁的就是我們公共衛生醫學的專科醫生,蔡曉陽醫生 大家好 今天很歡迎大家來到我們中大醫院的Facebook Live 今天我們的題目就是講日常防疫的百科 相信大家過往幾天都度過一個很開心的復活節 當然大部分的朋友都在家裡 但是同時間我們都看到在市面上都多了人流 在郊外也多了人去旅行 大家其實都有一個心態就是準備打一場持久戰 和這個疫症一起生活 所以慢慢都是需要面對一個我們日常經常會做的一些活動 大家在這些地方可能都需要去注意一些地方 是盡量控制到那個感染的風險的 所以今天我們就會集空去講幾樣 日常我們都會經常做的事情 我相信大家最關注的最慢眾期待就是我們接下來的DSE的考試 很多家長、同學、老師、教學員都會很關注 究竟這個大型的聚會會會不會有一些風險呢 講到這裡 我知道一會兒晚一點 教育局也都會有一個新聞發佈 去講解那個考試的安排 或者在這方面 Jackine 你有沒有一些的意見 可以提醒我們的考生或者教考員 是怎樣可以做到更加好的準備呢 嗯 好啊Jackine 那較早前我們都了解過 看過教育局發出的指引 其實都已經是非常之詳盡的 在地方那方面的準備都是有很清晰的指引 例如考生是會提早進入市場 考試那裡也都會具備體溫探測的設備 也都會有酒精的消毒液 加上呢 也都是注意到在洗手間人流的安排那方面 都會盡量呢 就是作出一個比較好的人流管制安排了 那加上呢 那個桌和桌之間的距離呢 也都會是相當之寬落的 所以在市場這方面呢 我相信呢 作為家長的呢 我們都不需要擔心的 但是呢 我們都想提一下各位的朋友 尤其是是考生啦 那這次呢 跟往年很不同 那如果你這次呢 是濕書包 譬如之前一天呢 除了一定要整理好你要準備考試的文具之外呢 有幾樣東西一定要戴的了 那首先呢 我希望你們記得要戴口罩 那還要戴多一個信封 那口罩 一個戴在自己的臉上 一個放在他的書包那裡 那如果呢 這個信封說你做什麼呢 就是當你可能要脫下口罩吃東西的時候 將這個口罩放到信封那裡 那放好它 放在背後或者書包那裡 然後呢 就開始才吃東西 那你的口罩就會發佈呢 就是安全可以重用了 那但是你戴多一個呢 做測試 就是萬一呢 如果這個髒了 或者不小心掉下了在地上 那你不會重用的嘛 那所以呢 記住了喔 要戴多一個口罩在書包那裡 這個是其一 那在它洗手間的時間呢 有時候呢 你都未必可能是趕得錢 或者是 但是你的手又怕髒 那怎麼辦呢 那最好呢 就戴多一支 一支 細小支的酒精初手液 雖然市場那裏應該都有點準備的 不過呢 這些這麼大支你放不到入袋 放在這些 細小支放在自己的背包裡 那隻手如果髒的時候呢 就記得呢 擦乾淨它 雖然是這樣 不過最好最好 都是要記住 三個字 不要碰自己的口啦 不要碰自己的眼啦 不要碰自己的鼻 保持呢 就是保護著自己 見到朋友呢 如果想聊天啊 暫時呢 不要住了 考完事 那這個呢 做好自己的個人保護措施 就是大毛一失 我也知道有些同學啊 或者家長呢 擔心 哇 我這麼趕時間跑到市場那裏呢 萬一 身水身汗 會不會碰而驗到我有發燒呢 不讓我進去呢 那究竟怎樣才叫發燒呢 身體呢 發燒呢 有幾個指標的 但是我們最準確呢 都是要以耳探為準 耳朵這裡 那如果這個耳探呢 是超過38度呢 就是叫做發燒 但是如果你說我身體身汗 跑到去慶合不合的 坐一會兒先 等個體溫呢 因為體溫其實都會浮動的嘛 每一天內 有少許時間會浮動 你坐定定 五分鐘十分鐘才去探 用耳朵為準 那就會是發燒了 嗯 我也看過呢 考評局的內部指引呢 在探熱方面呢 他們都安排得很周到的 就是萬一有些同學 看到是比較 體溫偏高一點點呢 就會讓他們坐一會兒 然後呢 就再探熱 那還有呢 因為現在進去市場的時間 都可以提到40分鐘 當中呢 有很足夠的時間呢 就讓同學再探熱 而不探發熱的風險呢 那個機會其實呢 就真的很低的 嗯 那我們上次也有說過 就是洗手間 始終都是一個 需要特別留意的地方 那麼那麼多人一起考試 那究竟這個市場 這個洗手間的安排這方面呢 有什麼東西我們需要特別留意呢 首先呢 我們盡量呢 就可以的話呢 都是開放越多的洗手間 越好的在學校裡面 那而我們去洗手間的時候呢 比如男仔、女仔這樣 我們上次說過呢 有不同的風險 那如果呢 如果呢 你是注意到呢 比如呢 女仔在洗手間的書 呢 有哪幾個位置 是特別用弄髒的手啊 那樣的話呢 那我們都已經提到大家 怎樣呢 注意手部的清潔的了 那男仔那裏 好啊 JUSTY你上次都解釋了很清楚啦 那但是 其實呢 大家不需要太過擔心的 都是有一個最重要的原則 就是呢 你的手出來 離開洗手間的時候 一定要關正 還有呢 你的手盡量呢 不要去碰自己的眼 還有耳 還有鼻 那就沒事了 當然了 考試呢 就整天都很多個小時的嘛 那但是我也想提到大家呢 最好呢 自己就帶一瓶水 是的 因為呢 如果你去到那裏呢 考試的地方呢 未必呢 一定呢 是找到 喝水的地方 那譬如 帶回一個水壺啦 是不是 或者帶回一瓶水啦 那你在小息之間啊 或者在午餐的時候呢 那就可以呢 洗乾淨手 洗乾淨手 洗乾淨口罩 喝一口水 那才繼續作戰 嗯 我想呢 在小休時間呢 無可避免 大家很興奮些 和我兒子走在一起啦 在那裡 聊一下考試是怎樣啦 那但是呢 如果真的 需要喝口水 或者吃點東西 要脫下口罩的時候呢 那大家記住呢 都盡量要走開一點點 那保持一個適當的距離呢 那就可以萬無一失了 那洗手間那方面呢 我覺得就是那個 考評局的指引 盡量開了一些洗手間啊 等等這方面呢 其實都做得很仔細 那我覺得 如果真的要做得仔細一點的話呢 就可能在小休的之前的時間 可以加強回 做一個洗手間的清潔 和消毒的程序啦 嗯 用一些稀式的漂白水去清洗一下 那這方面呢 又也可以呢 減低了 經過洗手間 全部病毒的風險的 嗯 絕對是 嗯 那我看到呢 有些朋友都會擔心 始終 就是市場本身就是一個中央冷氣系統 那其實會不會都有過度的風險呢 嗯 這一方面呢 我們相信呢 就是考試局啊 或者法國方面呢 一定會處理了那個冷氣系統的了 但是都是盡量如果可以的話 可以開窗 開到窗 而那個風氣又是流通清新的 這個東西其實對大家都好的 所以在可行的情況之下呢 是鼓勵開窗的 在市場上 尤其是在人多的時候 嗯 那始終帶過去市場 穿的衣服啊 戴的文具 是不是回家又消毒一下呢 我相信呢 其實呢 大家都明白呢 就是說 如果你去身處的環境呢 不是太過髒 而且呢 你也是做足 譬如說呢 預防措施 回到去 不一定呢 就要由頭噴到浪美用酒精 消毒呢 是不需要的 但是我們鼓勵呢 就是說 如果那一天穿了衣服 都穿了很久了 全天了 去個不同的地方 最好呢 就是回去呢 都是洗了 穿一些容易洗的衣服 每一天呢 都將那套衣服呢 就是用清水 洗乾淨 第二天呢 穿一套乾淨的衣服 這樣呢其實是更好的 嗯 有些家長呢 始終都會擔心自己的子女呢 去到這些人多的地方 那會不會有感染呢 不如做多一些雙重的步驟 譬如戴個眼罩啊 或者戴個N95口罩 會不會好些呢 Justin 我想呢 我們這個N95口罩呢 其實呢 已經都說了很多次了 如果真的需要 就是拿到N95的保護呢 一定要做一個測試 叫Feed Test 因為如果不是呢 你戴得不好呢 它那個作用呢 還比普通的 我們現在戴的口罩這樣 那樣 而呢 這個N95口罩 其實是很辛苦的 非常之薄 臉又很乾 很癢 經常都想脫掉它 所以大家其實不需要去考慮 N95 在日常的生活這個問題 指標是否需要戴眼罩呢 其實眼罩呢 就是保護你的眼睛 不會被飛沫吞進去 正常的考試環境 大家都是同一個方向坐 那麼也都呢 周圍呢 很乾淨 那麼呢 你是沒有這個風險在這裡 所以不需要擔心 那有些朋友呢 就本身都已經有戴眼鏡的 那你有眼鏡在這裡呢 就多了一重保護 但是沒有的話呢 就比較容易呢 不小心 用手指去觸眼的 那各位朋友呢 一定要記住 不要有這個呢 就是不小心的動作 去觸自己的眼 不然會增加了這個感染的度 嗯 我都覺得戴眼罩 所以加N95呢 太辛苦了 除了考試來說呢 我都不建議 也都沒有這樣的需要 那最後呢 就是那些監考員呢 收卷呢 需要戴手套嗎 才安全一點呢 監考員呢 戴手套呢 這件事 我覺得沒有一定的 就是 是好或者是不好的 但是呢 都是一個原因呢 就是可能是怕 那張紙上面 會不會是有些病毒啊 那這樣 那不論呢 有沒有的話呢 其實呢 都是你收完回來之後 那隻手其實碰到很多 大家共用的 或者是很多人的東西了 那雙手呢 都應該要用它洗 監考員呢 去洗手 洗完手之後 才再碰回自己 要處理的物件 或者是喝水 還有也是 再提呢 都是很碰自己的 鼻子啊 耳朵啊 還有眼睛啊 那這樣呢 你就會有這個風險在那裡 好了 那我想呢 同學仔聽到這些 這樣的資訊 應該都可以很放心了 去加入平心機讀書 睡好一點 不需要擔心呢 會去到市場那裡種椒了 那我們下一個題目呢 大家都會很有興趣知道的 就是 大家每天都要去吃東西的 去買日常品啊 去超級市場啊 便利店啊 或者家裡有個人姐姐 或者自己去街市 那究竟有沒有一些潛在的風險呢 那例如 超級市場啊 便利店 我想大家每天出街都有機會去 是啊 一定 那會不會有些地方 大家需要注意的呢 剛才你說的超級市場 便利店 街市呢 都有一個共通點 就是人流的問題 那如果我建議呢 就是如果可以的話 我們就選一些 沒有那麼多人流的時段去 就算是街市也是的 就沒有那麼迫的時候去呢 那就會是安全一點啦 那另一件事呢 就是如果去到超級市場 超級市場我們買很多東西 那就需要手推車的嘛 這裡存在的風險呢 其實呢 這輛手推車上面 那個手柄 是很多人碰過的 那這裡呢 其實都有研究顯示呢 這裡就是布滿細菌的 是很容易在這裡呢 就感染到 令到自己的手就很髒 那所以我會建議呢 在可行的情況之下呢 找一張消毒的紙巾 抹一抹它先 抹乾淨 抹乾淨 燒了毒先 然後呢 你才走下去 那就會安全一點啦 好了 那如果呢 這個車子我不用拿回家的嘛 但是如果呢 我們自己買了一架 比如工人姐姐的購物車啊 這樣 回到家呢 其實這個車子呢 Justin 你之前都教過 一定要消毒先 你才拿回家 好像一雙鞋一樣 那你就不會把外面呢 比如髒的地方呢 就帶回家啦 那如果買了那些物品呢 帶回家 有沒有一些特別需要要處理呢 那如果可以抹乾淨的 比如這些 一支支的飲品啦 是不是呢 或者是一盒和一包包的東西 那樣呢 其實呢 可以的話呢 都是用一個濕布 或者一個稀色的洗潔精 抹一抹才放進雪櫃呢 我覺得這樣會安全一點 安靜一點 那大家呢 有一個經常去便利店 會做的就是 買一些即食的食品 或者包裝了的三文治等等 等等 那其實這樣安不安全呢 現在其實沒有證據顯示 這個病是經過任何的食物遺傳過的 那所以食品安全那方面呢 現在目前來說 我們都沒有什麼特別的 就是需要擔心 那我知道了 你當然是說 你說去 譬如買一些預先包裝食品 假設好像這個麵包那才算呢 那我買完回去之後 安全其實這個問題存在哪呢 就是如果我的手是不乾淨 那我去拿這個來吃的時候呢 我有什麼可以做呢 最好呢 就是你如果有一個包裝的蓋在這裡 你的手又不知道自己乾不乾淨 或者我沒有地方洗手 但是我又要吃那怎麼辦呢 那你就噴它出來 你不要用一隻手 讓它直接去碰這個麵包 然後就上去吃 那所以人家呢 你這樣知道是完全沒有碰過 進食的情況之下 食物本身是安全的嘛 那我也都不會因為 買到這些預先包裝 食物進食呢 而這樣經過病毒 所以整體來說呢 經過食物去傳染這個COVID的病毒 那個機會是很低的 是啊很低的 大家如果真是很擔心 啊我在外面買了一些食物 擔心那些食物呢 很多顧客可能都經過啊 碰過啊 那如果真是有這樣的擔心 雙重保護拿回家 叮一叮 燃回去呢 過到50度 那其實呢 那個風險已經是去到很低很低 所以大家也不需要太多擔心的 是啊沒錯 嗯 那麼 好了 另外一樣呢 大家經常都做的 尤其呢 是不出街的朋友呢 嗯 就是叫東西吃了 是啊 我知道 因為呢 我剛剛早前呢 有兩個星期 要因為家居隔離啦 我總共呢 叫了30餐外賣 所以呢 我完全明白呢 大家對這方面呢 那個關注 你是不是擔心這些食物不安全呢 會不會呢 就是啊 那些送帝員啊 那個衛生那個措施啊 那些食物處理方面呢 有沒有一些事情我們要留意呢 就是啊 那我看到啊 Justyn你一直都沒事 那就是 其實你吃了30多餐都沒有東西啦 是不是啊 相信呢 其實在這個安全的措施上面呢 呢 較早之前我們其實都了解過呢 很多呢 就是附近的公司 他們其實都有很好的內部指引 以及支援他們的員工的 譬如呢 就是 他的內部指引呢 也都是呢 就是有給員工去清晰的 就是建議 在健康狀況 不明朗 或者是不好的情況之下 員工是不會上班啦 那他們送禮的時候 那些員工也都會戴口罩啦 那他們呢 也都呢 有這個 譬如消毒的 就是搓手啊 那些這樣的物品呢 就供應給他們的員工的 那所以呢 那員工呢 在這個個人的衛生方面 那個支援呢 和那個意識呢 是很強的 那所以呢 在這一方面 大家就是不需要擔心的 那也都是的 就是其實 畜界小哥呢 他們每一天呢 去過這麼多地方 他們呢 就會那個意識呢 一定會強 而且他們都不會呢 就是因為這樣呢 而呢 擔心看到我們的話 因為他們分分鐘還害怕我們嘛 所以呢 所以呢 大家都不需要擔心呢 在這一方面呢 會從速遞小哥那裏呢 感染到這些病毒 那但是可能我們 會不會是 譬如Justine 你拿到那份食物的時候 你會不會都 有一些tips給大家 怎樣去開啊 山啊 這樣呢 嗯 我想 就是去拿食物的時候呢 始終是有個袋啦 嗯 始終是 就是外面 速遞員 在不同的食肆 都拿這些食物呢 嗯 那我自己都會小心一點呢 就買一買個膠袋 或者那些食物的盒子 包裝呢 如果能夠的話呢 都買一買呢 就會再好一點了 嗯 另外就是 食物的方面 如果大家想多重保護的 那盯上熱距呢 加熱呢 那也是一個考慮 不過 我也有參考過幾個 就是食物速遞公司呢 他們那個指引呢 我覺得他們都做得非常之好的 是 例如呢 那些速遞員去到那些餐廳呢 他們都嚴格規定就是 煮好的食物呢 就放下了 然後呢 速遞員就在很接近門口的地方 拿一些食物 儘量都減少進入去不同的地方 嗯 所以呢 我也很同意你講一下 其實我想 可能速遞小哥 怕我們多過我們怕他 是 沒錯 所以這方面呢 我都在這裡順便 都很感謝這些速遞員 因為我那兩個星期呢 真的靠他們 是我醫食父母來的 因為一沒有他們 我就沒有東西吃 那所以都很希望 我明白他們呢 去到 就是日後呢 去不同的地方 要做派遞的時間 很緊迫的這樣 但是呢 大家呢 我知道公司也有給到一些 首先初手疫啦 大家呢 都留意回首部的健康 那也都是保護了自己 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措施來的 是 我看到一些問題啦 我剛才看到一個呢 都是DSE的問題 就是呢 因為 始終出去都有幾個小時 不用隔四個小時 就要換口罩 嗯 如果師傅呢 你的口罩的情況 譬如呢 如果是譬如 你剛剛呢 就回去學校 就說很趕啊 很急啊 整身汗啊 這樣跑上去 其實那個口罩已經濕了 濕了的話呢 其實那個隔壁呢 就是那個隔壁 沒有那麼好 那如果是這樣的情況之下呢 其實就要換到一個 乾淨的乾爽的口罩呢 就會好一點 所以剛才呢 我一開始的時候 就提大家了 撿雪包的時候 記得撿多一兩個口罩 預防萬一就是這個意思了 嗯 好 我另外又看到有個問題呢 就是外賣續提員的 他說 是不是不應該送東西上樓呢 不如交在大堂那裡呢 這樣 這樣會不會安全一點呢 首先我作為一個經歷過家居隔離的呢 那很明顯這件事就 食物會送不到去我家居那裡 那因為我不可以出街的 沒錯 那所以其實有一個 就是運載的困難 而事實上呢 我們都看不到這樣呢 嗯 再減少了那個感染風險 所以我覺得都不太需要 不需要啊 嗯 那另外又問回送外賣和速遞的人士本身 要怎樣保護自己 要不要穿全套保護裝 全套保護裝不需要啦 這個是不是說 我想大家的全套保護裝的意思 就是由頭套到腳 好像在醫院那樣 我想相信是不需要的 因為注意回個人的衛生呢 都是說 譬如飛沫的傳遞啊 隻手是髒了 碰到一些髒的地方啊 或者是物品 接著碰到自己的眼、鼻啊 還有那個口 那才會從那裡去感染到一些病毒 如果不是的話呢 是不會有些什麼的問題的 那因為我們始終是社區嘛 我們不是醫院嘛 那不需要全套保護裝 嗯 那上網病貨呢 那些貨送到家裡 安不安全呢 應該怎樣處理 有沒有些額外措施要留的 我想這個也是擔心 就是說那個物件的包裝 因為經過了那麼多站 那麼多個地方 會不會其實都有一定的污染呢 那就算你不是在疫症的時間 那其實這個物品 就像你的行李箱那樣 走了那麼多個站 經過那麼多不同的點 那其實一定都會有些髒的 那所以呢 最好如果是有外面那一層包裝的話呢 就先拆掉它先 在家門口 那接著呢 拿了你裡面的那個物件 那才有屋 或者呢 你拿就算整件拿進屋 那樣 都找法庫啊 找一些就是 就是 蕃茄啊 或者是 洗潔精啊 做一個很簡單的清潔 那才去打開它 那同一件 同一樣道理都是呢 那隻手是髒了 那就不要碰自己的 那我看到有個朋友呢 有個問題就是 那我去街市啊 那有時候買東西 無可避免要給錢 那那這方面有沒有一些建議呢 街市就比較 如果平時不如說購物先 其實現在這個疫症之下呢 有很多朋友以前呢 可能都 慣用電子貨幣的 但是現在呢 都開始呢 轉用很多電子貨幣了 例如呢 其實我們有很多種不同的貨幣 貨幣 你嘟一嘟 譬如 就是 就是可以用很多個方式呢 就是過到數了 那或者是用八達通 那我想用這個方法 就減少了 跟那個 需要接觸的那個紙幣 那但是如果 你說去街市 我買菜 我暫時沒有這個 設備的話 那怎樣 始終都要電文字的 那都是那一句 隨時都代定一張 就是細細瓶的 酒精搓手液 那你買完菜之後呢 買一買搓手 或者用消毒指甲 買一買手 那就安全一點 那另外一個問題呢 就是說 在疫情比較嚴重的國家 現在郵寄過來的包裹 會不會比較危險一些呢 這個也是假設的問題來的 但是其實 不論它是 疫情比較嚴重的國家 或者好像不是很嚴重的國家 我們都剛才所說的 當那件包裹 好像一個行李箱一樣 經過了無數站的轉席 回來多多少少都不是太過乾淨的啦 那所以都是做回 剛才所說的一些消毒的 或者是清洗的 霧窄呢 才拿去裡面的東西 嗯 嗯 如果是真的 就是剛才我們說的很多都是跟速遞有關的 嗯 那麼速遞公司本身那個收法站 有沒有一些特別消毒的 留意的保障員工的安全呢 這個問題其實都很好 因為我們都 上一次我們說辦公室那個清潔啦 其實呢 你任何的就是工作的地方呢 每一天都應該是用一備九流九入去滑水 最好呢就是做兩次的清洗 這樣呢才可以保障到 在那裡工作的員工呢 那個環境是清潔的 那所以呢 如果是 無論在什麼地方 就是收法站也好 就算那一輛就是小哥的手推車 小哥的就是那一輛單車 都其實是需要用呢 就是一比九十九的漂白水 你每一天都幫它買一買 如果可以做到兩次就最好 嗯 我想個人保護呢 始終因為接觸外來貨物啊 或者去不同的地方 那個機會都是很多的 所以我都會建議每天呢 上班的生活都是即日要更換啦 清洗啦 嗯 嗯 還有呢 還有呢 在工作的地點呢 盡可能 是否需要進入市場第一件事 立即把桌子消毒呢 嗯 說1.5米的距離 其實是說桌子和桌子之間 排隊入場人和人之間 就不需要這個考慮 等於我們好像坐升降機一樣 我們坐升降機的時候 我們都是不需要說 特意站到很遠 否則有排隊都不能進入 嗯 想問一下 如果在考試時 隔壁的同學考心在那裡吸收呢 應該怎麼處理呢 有什麼風險呢 需要找些東西噴一下呢 其實那位口 我們剛才一開始就說 每個人都戴口罩的 全盤口罩的情況 最怕擔心的 那位吸收的考心戴口罩 自己又戴口罩 所以這個可以接觸到 它的飛沫的機會已經很低了 嗯 我想在市場的安排 所以在這方面的指引 都是挺嚴謹的 因為我看到有個指引 就是距離1.8米 所以這個距離 如果是互相戴口罩的話 那那個擔心呢 就不需要太過擔心了 因為呢 大家有很多的報告都看到了 戴了口罩之後呢 就算戴了那個飛沫的傳播距離呢 都是短了很多的 所以呢 全民戴口罩 全個市場戴口罩呢 基本上那個風險呢 是很低很低的 嗯 嗯 那麼在我們完結之前 還有一條問題的就是呢 就是如果去吃飯的時間呢 嗯 外出用膳 有些什麼需要留意呢 嗯 暫時來說 我們也是要遵守這個距離 還有呢 別太多人聚在一起這個規定 所以呢 大家出去吃飯的時候 有一樣的原則呢 就要留意的 就是你洗乾淨的手 跟著才脫下口罩 盡快呢 就是吃完些食物 跟著呢 戴口罩 之後呢 才聊天 那樣呢 因為大家考完事一定很緊張的 當然是想找人去測試的了嘛 或者問你剛才答的條問題呢 你說了些什麼啊 Jesse 你快點玩一下 但是這些呢 我知道很心急 但是呢 現在目前來說 你先吃了東西 戴上去口罩 今次才追問同學 或者是跟著聊天 那就會穩陣很多了 嗯 我想呢 就是現在 就是我知道大部分的考試 都是安排在早上 還有呢 一般考完事之後呢 都是不需要再有下午的那個 哦 那就算好 嗯 所以最好呢 考完事都是回家吃飯了 如果有些什麼大家想去聊呢 隔著很多社交媒體呢 其實呢 都已經是一個有效的 大家可以考慮的方法了 是 好 那這樣呢 時間就差不多了 Jesse 你有沒有一些最後的說話 去給我們的同學留意的 那我就希望呢 各位同學呢 我相信你們呢 經過這麼久 這麼辛苦的努力 和溫習呢 一定呢 已經是做過充足的準備的了 那首先我們一定要帶大家呢 自己對自己有信心 那我和Justin都在這裡呢 公祝大家呢 考試成功 馬到功成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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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